館主自顧埋皇上 館主的財子 館主的江 等天的路啊 你等不住 子弟的門啊 那路上 館主的財子 館主的江 再也一堂 来 来 怎么不到灵山这转了吧 不上就不上了 那个人影也没有 你们俩说的都不对 我还得上 咱弟兄们在长安种的地 前家可是全把猪子给灭了 这可是对不住人的事 我看人生在世一日吧 当之一日自寝嘛 走走走走 走走 快点 梁月 该给护林园送粮食了 妈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你上次说的那个女婿是谁啊 妈 那是我为了逗你开心 信口开河的 这么大的事 也敢信口开河呀 妈 我以后都不再提结婚的事 是 对了 把护林园在长安的老婆和娃 接到乾陵去住上一段时间 要不 时间长了不好 是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你不在心哪儿 我不在心里 你不在家 你不在心里 寻思 你不在心里 我来 你不在心里 你得人 水小姐 水小姐怎么了 水小姐 来 雪岸肯定是来行诗问罪的 那她哭什么呀 那她有可能是为了十分钟悲伤鼓起的 那她可以在家里关着门哭啊 掌柜的 你别猜想她那么多了 反正她是你的女人了 要不 那我找找她家 你去问问关中人 有谁愿意嫁给盗墓的 掌柜的 掌柜的 想什么呢 别犹豫了 我自己去 那不用我给你当 没人了 自己的女人自己长 不过像水爱这种女人 把她娶回家的话 我该怎么对待她 再好办 一手拿着鞭子 一手端着红烧肉 一鞭子 一块红烧肉 一鞭子 两块红烧肉 提拉 你说什么 肚里的娃 是抠战症的 妈 我啥都跟你说了 当时 她说她再也不到乾陵了 谁知道 梁玉 我的傻孩子 妈 啥都不说了 咱们得赶快 把这个盗墓贼的娃给打掉 可是咱们找了先生 这秦家人的脸面就算丢尽了 那丢尽了也得打呀 那得找个信得过的先生 妈 快去 这娃在肚子里一天一天长着呢 你快去 妈 石小姐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并没有对石文忠下手 如果真是我对他下的手 我干吗还同意你们两个人结婚呢 石小姐 石小姐 你不要再哭了 哭是哭不过石文忠的 掌柜的 我不是哭他 我是哭我自己的命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 当初我是想嫁给你 可是你却拒绝了我 当初我 怎么说呢 掌柜的 你就是不说我也明白 你怎么可能和秦良愈好呢 那个时候 我并不清楚扣家的雄心大志 对了 你对石文忠有情感吗 都过去的事了 还提到干吗 我想知道 也不能说没有吧 关键是你拒绝了我 女人嘛 总要寻个男人吧 为何你偏偏寻了一个宝灵的人 那是因为上次他暗杀戴飞宇 没有对我开枪 我对他心存感激罢了 我对他心存感激罢了 即使感激涕灵 你也不应该寻一个保灵的人吧 所以我说我的命不好吗 我本来就是寇家的人 可我却找了石文忠 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呀 我还能怎么打算呢 就像你说的 女人嘛 总得寻个男人 掌柜的 我本来就是寇家的人 你即便是现在把我许慧给一个佣人 我也无话可说 石小姐 你想寻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许你如何呀 掌柜的 我不能自己寻男人 我不能自己寻男人 我娶你如何呀 你不愿意吗 你说话呀 你不要哭好不好 你如果不愿意 也不至于哭成这样的 梁玉 妈 你咋还没去找先生呢 我刚出门就改变主意了 我想把这孩子保住 保住 保住 对 可这是扣占正的娃 正因为是扣占正的娃 我才想保住它 妈 你这是让我生下盗墓贼的娃 不需要 我去找你 你不想要 我去找你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去找你 没有 你不想要 把这个娃儿生下来 让她长大 她就是保乾麟的男人 咱们不说出来 谁能知道这个真相呢 再说了 把靠战争的娃儿生下来 养大成人 让她对付她爸 妈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好了 你不要哭了 即使你不同意 我也不会强迫你的 张规的 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 你一表堂堂拥有学问 只是你拒绝了我 我不相信你还会喜欢我 你为何不相信啊 因为 因为我曾经和石文忠 那也是因为我当初拒绝了你 我不配 我怕我命不好 我命应 我不怕 可我并不是你喜欢的女人呢 你是 我真的喜欢你 你干嘛笑得这么勉强啊 掌柜的 我只是想看你笑 我只是想看你笑 怎么 你不愿意吗 掌柜的 我生是寇家的人 死是寇家的鬼 好 今晚结婚 我听你的 孙小姐 掌柜的 水小姐 等咱们到了乾陵 给你们补办最隆重的婚礼 今天你们俩 哎 把这个酒喝了 这就是夫妻了 患难与共的夫妻 喝 我 春宵一夜值千金哪 那 你们二位就休息吧 白总家 白总家 我喝爱敬您杯酒 不敢 不敢 来 白总家 啥话也别说了 战政的心 全在这杯酒里面了 掌柜的 我的心也在这酒中 白管家 水爱爱的心也在这酒里 祝你早生贵子 来 来 来 妈 这水爱就是埋在寇家的定时炸弹 是啊 寇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他们把水爱逼到了绝路 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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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个吧 还是得打掉 是 是 等他以后长大了 问我们他爸是谁 我们怎么回答他呀 妈 你明天 还是去找一个可靠的先生过来 哎 哎 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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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件衣服 好像有点旧啊 我这件衣服 穿着特别舒服 掌柜的 老二 咱俩现在都是夫妻了 你要叫我站正 掌柜的 虽然说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可你更是我的掌柜的 再说了 我喜欢叫你掌柜的 我就是寇家一条忠实的狗 掌柜的叫我干啥 我就干啥 温忠哥 妹子给你丢人了 但妹子要叫寇家丢更大的人 你捣什么呀 掌柜的 你母亲呢 咱们结婚了 应该去见你母亲呀 我母亲 对呀 我婆婆啊 我妈妈 你们是不是 这 夫人早 早 夫人早 早 够玩啊 一大清早的 你就找掌柜的 打扰夫人新婚了 我在散步 有啥打扰的 掌柜的起来了吗 还没呢 那我先去找白管家 啥 看炸药库的拳子 打野兔子 把腿摔舌了 昨天晚上才把消息传下来 本来晚上就要过来 可掌柜子今天大喜的日子 我也就没来 狗王 你赶紧回炸药库去 那儿是那么多炸药呢 那可是咱们到前陵的命根子 你告诉那些 看炸药库的弟兄们 如果谁再乱跑 老子散个他狗日的 梁玉 这就是王先生啊 王先生好 秦小姐哪儿不舒服啊 没哪儿不舒服 这 梁玉 这可是西安最好的先生 妈 我又没生病 请先生干啥 王先生 前两天我偶感风寒 现在早好了 麻烦您了 无功不受禄 既然秦小姐的病 已经安然无恙 那我就回去了 我送送您 不不 留步 留步 哎 哎 梁玉你 妈 有事咱们进去说 妈 再可靠的先生 也保不住哪天 将我怀孕的事传出去 可是咱们也不能 自己把孩子打掉吧 妈 我想过了 我就是要让扣战症的娃 长大以后对付扣战症 而且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她父亲是谁 那咋可能呢 待在屋里三个月就怀孕了 你骗三岁的小孩 她都不会信的 我想到一个办法 只是 只是说出来太丢人 梁玉 我谎称 我晚上在街上 被一个歹人强暴了 然后那个歹人 把我扔下去跑了 梁玉 这可不行 你知道吗 名声对一个女人多么重要 妈 我还不如水爱爱 她每天都和仇人睡在一起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以后还要结婚嫁人 谁能跟一个被强暴的女人结婚啊 妈 嫁人的事情 我早就心如死灰了 再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即使哪天戴飞宇回到西安 她也不会再纠缠我了 是啊 李是一个李 可是你为了这件事 丢了自己的名声 也丢了我们秦家的名声 你觉得值吗 妈 生命和名声哪个重要 我爸连死都不怕 我梁玉 难道还怕坏名声吗 梁玉 可这事儿 咱们让谁给传出去啊 谁都不用 晚上我自己演一场苦肉计 掌柜的 我现在已经是寇家的女人了 我想去看看钱林行吗 你要去钱林干吗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 曾经带我去过 我想告诉他老人家 我现在已经是寇家的女人了 我告诉他 我要用性命去帮助寇家 完成到钱林的大业 好 好 爸 我带着咱寇家的儿媳妇 来钱林了 好 父亲大人 我想看看钱林 因为钱林是咱们寇家的 掌柜的 我说得对吗 对 说得很好 那你带我到钱林上面看看去好吗 改日吧 好 我今天还要顺路去看一个朋友 好吧 哎 嗯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在这儿等你啊 这光天化日的 你怕什么呀 我是个女人哪 来 拿着 记住了 寇家的女人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是 母亲 掌柜的 寸步不离知道吗 知道 滴酒不沾职办 明白 贾贵的 这地方神鬼都找不到 你放心好吧 走 杨玉 吃菜 来 杨玉 今天晚上 妈去陪陪你好吗 不用 妈 我想喝杯酒 好 妈陪你一起喝 不行 你肚里怀着孩子呢 妈 我就是想让娃 从小便长英雄胆 喝酒壮胆可不是英雄 娃 奶奶说得对 只要心存正气 自然便有英雄胆 张贵的 我想去趟如连馆好吗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以后不再跳舞了吗 不是跳舞 那天你说走就走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收拾呢 再值钱的东西 也比不过钱林的一件宝贝呀 那拿回来 也好帮弟兄们发银子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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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 甜水情里刚咬上来的好水 快来买呀 好水 甜水情里刚咬上来的好水 好水 卖水的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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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把这些送到秦管长家吧 送到秦家 秦管长家 对 可是他家有一口好景味 让你送你就送过去吧 对了 别忘了送去的时候 把水桶里放一片连液 为啥 算命的先生说 放一片连液可以必栽 哎 好嘞 咱们家有警 干嘛要送水啊 是女人让你送的水 是 妈 我得赶快出去一趟 你看 送水暗示着水艾艾 踏桶中有连液 自然便是如连馆了 我想 水艾艾肯定有急事 要不他不会冒险找我的 你是说 寇战证把炸药就藏在乾陵的附近 潜陵以北不超过十里路 可是十里路的范围 也很难找得到 不是小路 是汽车跑的路 秦小姐 毕竟汽车跑的路 还是很少的呀 对 专门找汽车能跑的路 那你赶快走吧 别让人看见 走啊 水小姐 水小姐 咱们以后就是亲亲的姐妹 我叫你艾艾 你叫我梁玉 行吗 梁玉 艾艾 那你要多保重 我先走了 你们知道梁玉她去哪儿了吗 知道了 不知道了 知道了 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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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石头那么不太平 她一个姑娘家 这么晚了 真是急死我了 快去帮我找找去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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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一下 你的骂 是为了 孩子 如什么 对 你的验 一定是在摆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怎么了 姑娘这是 这不是勤管让女儿勤良愈吗 怎么了 秦小姐这是 你们看这鞋 这是男人的鞋吗 给她送回家去吧 走吧 走吧 这个挨千叨叨 救良愈咋活呀 妙愈 你要是不活了 妈也不想活了 秦小姐 看现在歹人长什么样没有 战轩 掌柜的 老陵家 掌柜的 秦朗宇不知道被谁强奸了 人抓到没有 只抓住一只鞋 掌柜的 这动了侧眼之心了 没啥 没什么 对了 咱们炸秦陵准备的炸药 应该差不多了 该行动了 姐姐 你说的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派人去搜 不过要是搜不到该怎么办呢 王局长 搜查不到也要搜 这大量的炸药存放在乾陵附近 对乾陵威胁太大了 你的消息居然比警察局还灵通 我干的就是保卫乾陵的事 你的脸怎么呢 不小心摔的 不过我听说 你昨天晚上遇上了强盗 王局长 咱先不说这个 保卫乾陵势大 保住了乾陵 就保住了关中人的平安 警察局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好吧 我可以派一个中队 跟你去乾陵 秦小姐 咱们往哪个地方开啊 咱们现在往北开了多少里了 有十里里吧 停车 下车 全给我下车 仔细寻找周围的路 看有没有车咕噜印 走 走 走 看 那肯定是个地下窑洞 没人再会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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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 上 有点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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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够玩 快 停啊 都停啊 要不老子与你们重回一件 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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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停啊 要不老子与你们重回一件 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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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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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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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秦阳御是怎么发现咱们藏杂药的地方 展规大 哎呀 咱们从头再来 开 靠脚 靠脚不能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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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娃 妈为了你 豁出去了 你要给妈争口气 长大了 和妈一起保前离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天 宽宽的地 这么多的人儿 咋就碰上个你呀 那一雅虎黑 那一雅虎黑 咋就碰上个你呀 深深的情 深深的伤美 这么旺的火来 咋就碰上个你呀 那一雅虎黑 咋就碰上个你呀 那一雅 那一雅虎黑 那一雅 那一雅虎黑 那一雅虎黑 咋就碰上个你呀 那一雅虎黑 那一雅虎黑 咋就碰上个你呀 那一雅虎黑 咋就碰上个你呀 那一雅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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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